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人间能得几回文 杜甫 字姿美 河南拱县 仅河南拱义诗人 系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他的诗记录了唐代有盛传衰的历史巨变 表达了崇高的儒家热爱精神和强烈的优爱意识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 被后人称为诗圣 他的诗也被称为史诗 公元759年东 杜甫器官入川 在幻花西畔修建了后来驰名中外的草堂 并在这里写下了很多快智人口的著名诗篇 如《春夜洗雨》 《绝句》《蜀相》《马屋为秋风所破歌》等 《春夜洗雨塗8分钟》和四者带 笑看红石处 花种青花长 正如杜师所描绘 川寒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诗中的西陵雪山 如今已成为成都著名的旅游景区 丞相祠堂何处寻 景观城外摆森森 属相所描绘的丞相祠堂 今天已经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成都是一座历史悠久 生态优美文化繁荣的城市 成都拥有四千五百年文明史 和两千三百多年建城市 是中国十大古都 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自秦代礼宾修筑工载千秋的都江宴以后 成都平原集成为水汉从人 不知激进的天府之国 这里有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术文化 也有享誉中外的三国文化 诗歌文化 熊猫文化 道教文化 精美的鼠锦 鼠秀 漆器 等非裔文化 如今的成都 正在创建世界文创名城 旅游名城 赛事名城 音乐之都 会展之都 成都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美诗之都 由于水汉从人的自然环境 诞生了中国四大菜系之一的川菜 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 和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正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和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 向着世界旅游名城的目标迈进